针对台大校长临选案 监察院日前完成调查 通过纠正教育部以及台大 建委指出台大行政单位 对于管中民的资讯揭露 处理有瑕疵 包括人事主任 还有秘书室 主秘等等 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 然后只用一句话讲说 如果我们只揭露管老师的资料 我们对其他老师不公平 我怕被人家知道 我就藏起来 等你发现了才来问我 我觉得这个以国立大学 而且台湾大学的校长临选 不能够用消极的 低标准的方式来做 这是我对这整个事情的解读 监委也认为 学校产学合作的相关机制有缺失 希望教育部检讨改善 学校只是它计划户口的地方 它其实在外面可以获得更多利益 如果目前这个机制呢 谁都不知道某一个教室 在外面拿了多少钱 连学校都不知道 那我们怎么期待 这些产学的机制 最后产生的好处呢 会回到学校里面 知识中心还是个达50大阪啊 报道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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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